上一期说到金天一将手指向了不破 但金天一的这番说辞 不破很容易反驳 自己身为警察 对习来的利刃条件反射而已 面对着有恃无恐的凶手 金天一直指对方 我现在就将你的手法一一揭穿 首先 遗书中的胶囊问题 之前说过 想要逆推时间计算的话 需要整个剧团的人员配合 不能有一丁点的时间误差 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 而真正的手法是 你让他乖乖的自己喝下的 在翻看了两次影片时发现 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 其他四人拿的杯子都不一样 而团长呢 他每次拿起的全是中间的杯子 而让他这么做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剧本上写下 拿起中间的酒杯就可以 而你就可以直接在中间的酒上下读 你知道团长有个 只看一次剧本的习惯 而剧本临时添改也属于正常 所以这么突兀的一句话 不会让他起疑的 而修改剧本的时机 就是刚刚开始时 那只猫头邮件和后台的破坏 当时整个后台是一片混乱 你就是在那个时候 添上的几个字 本来这个计划几乎完美 但却被左目发现了 由于拍摄时离得很近 所以他很清楚地拍到了 被撕毁的剧本 而且猫头和破坏后台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安排警员入住后台 而这样也方便你在酒杯里下毒 然后左目被杀的密室之谜也很简单 经过就是当晚12点过后 窗户上有个一次凶手的影子 而房门锁死需要卡片 12点之后的卡片 就要去柜台换新的 所以推理就是 只能是旧的房卡在12点之前锁死 而315是个密室 但假如咱们换个思路去想呢 假如凶手在12点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呢 假如凶手创造出一个红色房间呢 说完手一挥 整个舞台变成了红色 这是舞台剧的火焰效果 只要在灯前加上红色玻璃 就能将整个舞台染成红色 也就是说 那天晚上 表田看到的红色房间不是315 而是你所在的314 由于咖啡屋在马路对面 那么远 再加上众人冻了一晚 所以很自然地就认为 三楼一片红色的房间就是315 而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密室 而且后来去调查 315的房间并没有打出任何电话 说明对方是用移动电话 那么就可以假设一下 这个问题是不想用 还是不能用 有了这一思路后 再发现衣服会在舞台灯下变色 这一手法就被解开了 而且315密室杀人的好处有三个 首先 自己这个碍事之人会被暂时拘禁 其次放松了警备 有机会杀害助理花莲小姐 最后再栽赃她为红胡子圣诞老人 甚至金田一最后还提出 本来这套手法的目标 应该是编剧红川吧 但编剧不受你的安排 所以你就需要有人住进315 于是就安排了自己和左墓住了进来 所以先在泳池杀了编剧 之后将计划的目标改成左墓 最后关于左墓支架里的皮线 确实DNA鉴定与花莲小姐吻合 但是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悲伤的话题 那就是里面的皮肤就是不破的 DNA里有一种情况是两个基因一模一样的 那就是他们是同卵双胞胎 对 不破警示是花莲小姐的双胞胎姐姐 此话一出是镇静全场 整形虽可以改变容貌 但DNA却无法改变 事已至此不破也不再抵抗 而他再次开口的声音 竟然和助力小姐的是一模一样 而正是因为这样 才能将编剧红川约到泳池边 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怎么发现二人是双胞胎的 而金天一的回答竟然是握勺的方式 他们两个人的姿势是一模一样 所以金天一才突发奇想 并偷偷地拔了一颗头发做了测试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真正的不破名为难道是虚构的吗 而这一话题却被明智否定 因为升任警官之人 都是要做严密的身家调查的 特别是他还是刑事组 更不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替代 这是十年前的通缉照 这名17岁女子将同居者杀害 而死者是个有着贩毒案底的流氓 她叫北剑莲子 正是十年前的你 你与妹妹在七岁时父母丧生 之后被两家分别受养 妹妹的日子虽然不幸福 但也不像姐姐那般的屈辱 所以高二那年 姐姐离家出走 说到这儿 心理防线崩溃的她承认了 她承认了当年的杀人案 承认了这次艺人馆旅馆案 承认了亲手杀了自己的妹妹 随后开始讲述当年的经历 在离家出走之后 她遇到了那个同居的男人 那个改变了她一生的人 年少无知的她 发现对方给的竟然是毒品石 已深陷到无法自拔的地步 当她看到镜中的自己后 她决定离开那个男人 她要重新开始 在提出分手时 与对方发生争执 无意中杀了对方 清醒过来的她 收敛了一些钱财 就逃回了故乡的海岸边 本想跳下去一死了之的她 竟发现有人先她一步 对方也是无亲无故 由于联考失败所以轻生 甚至在书包里还有学生证 现金 公寓钥匙 而这就是她的再生机会 她要称为不破名为 首先是整容 然后是戒掉读饮 之后再半工半读 并在一年后考入东大 我的天哪 这笔小说主角都能开挂 不夸昌的说 凭她的能力 在各行各业都能出人头地 那么为何她还要顶着被发现通缉犯的风险来当警察呢 她的目标只有一个 红胡子 因为当初卖给那个男人毒品的人就是红胡子 自己的前半生就是被她毁掉的 所以成为警察后 自己揭发了这个人物 可在警方盯上她后 她竟然出车祸死了 凭直觉 自己认为那不是意外 但由于红胡子死后 她的整个销售渠道都断了 警方也放弃了调查 但之后她发现红胡子的渠道好像被人接手了 在夜以即日的调查后 出现了团长和编剧这二人 最终自己收集了所有的证据 前往团长家摊牌 她认为自己战胜了命运 战胜了心魔 但是这个人出现了 作为双胞胎 哪怕容貌再怎么改变 身为妹妹的她 第一眼就认出 眼前的这个就是自己的姐姐 而正是这声姐姐 让自己是一败涂地 对方二人非常清楚花莲的状况 以此为妖邪 不仅要放他们一马 还要将警方没收的毒品 全部据为己有 但是之后和他们的交流才知道 这两个人根本不知道红胡子的货源 所以就趁此机会一起除掉吧 之后就如同之前金天一推理的一样 但金天一质问她 为何要对自己的妹妹下手时 她说出了这段话 正因为她是我的妹妹才不可饶恕 而作者在这里特意标示出的黑字 禁忌的魔镜 实际上就是整部剧的中心 当年在她去海边准备自杀前 曾去妹妹家求助 狼狈的自己 面对的对面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容上 那怜悯的眼神 当时的她认为 自己的妹妹一定会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毕竟二人是一体同心 哪知道对方竟然让自己去自首 甚至门外警察都已经到了 逃跑时的她心中充满了愤恨 二人小时候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姐姐做明星 妹妹做设计师 总有那么一天 姐姐要穿着妹妹的衣服 站在梦想的舞台上 而如今自己整容失去了容貌 失去了梦想 而对方竟然以女演员的身份出现 比以前更漂亮更亮眼 反观自己 从成为不破明美后 就再也没照过镜子 之所以努力的工作 就是为了忘记一切 忘记那失去的美貌 以及北见莲子的梦想 所以她的出现 再一次的将自己的梦想毁灭 让自己多年的努力灰飞烟明 教堂的钟声响起 这场红色房间的惨剧落下了帷幕 别走啊 后面还有很多呢 不论结果如何 金田一为彪田是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你看 清田县的老大都要给发嘉奖了 但是很可惜 红胡子的货源还是没能找到 但那已经是警方的问题了 飞机上 金田一拿出了一本希腊神话 因为那是左目的遗物 但是在看到美杜莎的故事时 她知道了 然后开始在机舱狂奔 便喊明知他们一起回旅店 路上金田一说 红胡子之所以一直在315交易 并不全是因为暗道的原因 她应该是无意间发现了旅店的建筑图 然后指着雕像说 不觉得他们很奇怪吗 传说中的美杜莎之所以被打败 是因为她看到了盾牌里映射出的自己啊 所以在金田一将雕像摆正后 一条密道出现 里面就是毒品来的 至此整个案件才真正的结束了 数月后 金田一来到看守所会见北剑莲子 真正的北剑莲子 她竟然做了恢复手术 但是这一次的金田一 并不是给她带来好消息的 或者说不像之前的那些凶手一样 来灌鸡汤的 这张设计事务所的社员证 是她妹妹的遗物之一 北剑丽花有两个身份 一个在东京过着舞台女演员的生活 另一个则是在一家小的事务所里 做着设计师的生活 明白了吗 她一直坚信你会回来 所以她在为梦想成为演员的你铺路 她在为你的归来做着一切的准备工作 虽然剧团演员在演出外的时间是自由的 而设计师也可以在家工作 但即便如此 这样的生活也是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女星文乐花莲 从不在电视和杂志上露脸 甚至连一名的花莲 都是取自花江和莲子而来 现在的你明白了吗 她一直遵守着儿时的约定 为了两个梦想辛苦的活着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好了 故事分享就差不多了 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总结吧 说实话 当说到总结的时候 脑子对着键盘是空了很久 因为这一期感觉真的有很多可说 但是又觉得最后的结局已经是明明白白了 咱们就先从核心开始说吧 那就是魔镜 漫画里剧组排练的曲目 实际上应该叫纳西瑟斯的魔镜 纳西瑟斯是希腊的美少女 关于她的传说有多个版本 一个说是她出生时 预言家就曾说 只要她看不到自己的脸就会长寿 结果长大后 她拒绝了仙女恶科的示爱 导致对方伤心之死 然后被复仇女神惩罚 让她看到了池水中自己那俊美的脸 从而爱上了自己 无法离开池塘 憔悴至死 然后一个传说就是说 纳西瑟斯有一个孪生的姐妹 是姐姐还是妹妹 不清楚 因为有说姐姐有说妹妹的 但都是对方早死 所以在池塘看到倒影时 纳西瑟斯以为是对方不忍离去 最终死亡 之后还有一些 但全是大同小异 结果全是照过镜子后 纳西瑟斯是必定会死 而本案里 不破将自己比喻为纳西瑟斯 可以理解为她照过两次镜子 逃亡到妹妹家时 她失去了北剑莲子的一切 第二次在团长家里 她失去了不破明美的一切 当然这个魔镜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样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姐姐吧 说实话这个人设作者军设计的真的是太牛了 应该说这对双胞胎都很猛 想想看高二辍学有读隐 一年之后复课 凭毅力戒掉读隐 半工半读考上东大 要知道东大呀 进了东大不说还参加国考 而且还考进了公安系统 我在贝冰森雪叶叉那里就简单的说过 日本的国考大概是二十四五万人取五百 可想而知有多难了吧 可以说有这种大毅力之人 无论是哪行哪业都能做到平民的顶尖 但是就是为了心中的执念 毅然选择了最危险的公安 是个狠人 虽然推理局都弱化警方的能力 但是这个人被派去青山县协助调查 刚到不久就能破案 这业务能力可见一斑 而且他在讲述自己 追查红胡子死后的调查时 剑池可是都给予了赞叹 要知道那个年代正是新老交替的时代 他们老一辈人是尤其看不宽小年轻上位的 但是就是这么个老顽固 对这么一个女性都不吝赞美 可想而知 她是有多么的优秀 可惜这么牛的人物被剧本杀了 我们如果不是用自己二十年前 那种热血青年的眼光来看的话 不破能做出这样的事 实际上也是意料之中的 别看最后今天一结束的鸡汤 如果我们不用上帝视角 而是带入这个角色的话 你就会发现当初他的处境是有多么的困难了 然而他为了自己的执念 即将打掉红胡子整个销路时 因为那个静中之人的一句姐姐 十年的艰辛化为乌有 试问有几个人受得了 所以之后的杀人就是顺理成章了 当然朋友们可能觉得无法接受的就是 姐姐杀死妹妹这个问题 但是这里有很多的细节 团长死后 助理在门前手抖的打不开门 因为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是姐姐下的手 金天一在和左幕回房前 他曾想教住金天一 想要聊一聊 那么聊的话题是谁是凶手呢 还是说整个剧团前缘吸毒贩毒呢 姐姐对自己下毒时 妹妹是否是心知肚明呢 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结束时曾说过一句 剧团大都吸食 人偶时肯定是吸毒的 因为在剧本里能发现 他是被控制的 小丑和胎妓女的精神状态 像极了常年吸毒精神不正常的那种人 那么在这么一群人里 会不会有一个特殊的存在呢 不会的 任何事情都是两种选择 要么离开 要么加入 而且北剑花江是从高中就被团长收留的 所以他很可能也吸毒了 但毕竟有他姐姐的设定在罩着 所以哪怕是在吸食 也肯定是一直在抵抗的 而且编剧红川一直对他虎视眈眈 说到编剧啊 那就是作者没有名表 就是编剧和团长的关系 但已经暗指了 你想 两个人是同住316 不迫带着政务上门时 两人也是在一起 而且两个人一男一女 毒品是又稀又慢 不可能是同事关系吧 所以这个红川应该是个小白脸 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编剧对妹妹 一直没有得手的原因了吧 而团长对妹妹是非打即骂 也有很深的妒忌在里 所以试想这种情况下的女孩子 还要在外边过着另一个人的生活 没疯都已经很坚韧了 而在她认出自己的姐姐后 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造成了姐姐的困境 再加上姐姐有了新的身份 自己多年来的压力 所以欣然赴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这就是本集的分享 过往言之日过往听之 是吧 朋友们听完如果来一句 卧槽 还能这样啊 我就满意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结束 看到这儿还没有离开的朋友 置作不易 麻烦来点动力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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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